我們看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說 這個方程式 在兩個正乘數 n-1跟n之間 也就是說n要求大於等2 他說有一個根 那麼他問說這個n是等多少 那我們就看根定理 來找 因為他要求是正根 所以我們就找正根就可以了 好,我現在的話 我x代0 代0的話 這是等於-6 那我x代1的話 等於多少 所以他至少會有一個正根 為什麼? 因為這是6 那你如果把x代很大很大的話 這個到最後1是正的 那這樣的話 這個之間的話 就會有什麼呢? 就會有正根 所以我們這樣一拆的話 應該是 這是-6 那這樣子的話 所以的話 我們帶他看看 2加5 減8 減1 給他帶1 那這2 加2 加2 加7 加7 減1 這個呢? 減1啊 還是戶的 這是戶2 然後再給他帶2 帶2下去的話 這個是2 2 然後2 得4 這是4 加9 2 9 是8 加10 然後這個的話 然後這個的話 這個是20 加20 這是正的 正的 正十九 再來的話 再上去的話 就不會什麼了 就沒有正根 因為這個都是正的 所以你帶3、4、5、6 這個會越代越大越大 這不會變成戶的 所以2以上的話 就沒有根了 所以的話 這樣就有個根 這是19 這個就有個根 那這1的話 這等於n 就是1 所以答案 n等於2 那這裡的話 有一個根 其他地方有沒有根呢? 其他地方可能有 不過那個是戶根 那正根只有一個 就是這個 1到2之間有一個正根 所以這個1的話 就是n等於2 所以答案是n等於2 所以答案是n等於2